继续聊看 举伦记华人资讯网记者 Cindy在1月30号的报道 近日位于华人区 Montree Park的香港超市前的手机店 遭到抢劫 两名西班牙裔的嫌犯 假裔伴侣业务 在观察周围环境之后 直接踢碎玻璃 抢走了多部手机 那么根据现场的监控显示 两名西裔男子 均穿着深色衣服和裤子 戴着口罩帽子 将自己包裹的是严严实实的 店员一直都在低头 在电脑前工作 那么其中有一名嫌犯 是双手插着兜 先是走到店外查看情况 然后坐在椅子上面 他显得有点紧张 不断地摆弄着口罩 很快两名嫌犯 是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那么其中有一人是试图 撬开存放手机的玻璃展示柜 但是店员发现之后 开始大声呼喊保安 而另外一名嫌犯见状 直接将玻璃踢碎 开始凝抢 店员一开始被吓坏了 但是仍然一边跑 一边抢回了 掉在地上的两部手机 同时继续呼救 那么这个时候 超市里的保安 听到声响也跑了出来 从超市外部的监控录像 可以看到 当时两名枪匪 一开始是大步向前走 听到后面保安追上来之后 才开始逃跑 而第一时间冲出去的 一位华裔保安向先生 向记者表示 两名劫匪是有一个坚硬的伙伴的 旁边将一样SUV停在路边 两人是一起上了车 车子在他上车之后 就马上发动开走了 他甚至来不及看清车牌的号码 两名抢匪的身高约是170公分 略胖 年纪在35到40岁左右 这位保安提醒民众 中国新年将至 很多抢匪更是将 瞄准到了华人 以及华人商家的下手 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超市的吉他商户也表示 对该社区的治安一直都比较满意 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四雷事件